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Workspace ONE的管理员控制台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通过搜索操作呢 来定位员工的电脑 定位员工的电脑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remort manager功能 来启动一个远程协助的绘画 那么等到Workspace ONE的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呢 管理员就可以去发起这样一个远程协助的绘画 那么Workspace ONE的远程协助功能呢 有三个功能啊 那我们选择第一个功能啊 CS screen啊 就是去远程访问这台员工电脑的这个屏幕 那么管理员呢 需要把这个ping code告诉这个员工 在员工的桌面上呢 他就会自动弹出这样一个协助的界面 那么员工呢 需要输入这个ping代码 然后呢 同意这个管理员呢 来远程访问他的桌面 当然呢 这个员工的话呢 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这个disconnect 来终止这样一个屏幕的共享 现在我们切换回管理员的这个视角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管理员的这个电脑上呢 其实他有两个桌面 一个是他自己的 对吧 一个是远程的这个电脑的桌面 那么这里呢 演示的呢 是他为这个员工呢 去远程添加一台打印机 那么是选择通过这个TCPIP地址 来添加一台打印机 这里呢 需要输入一些参数 IP地址 那管理员呢 可以激活这个软件盘 然后呢 启动这个autosend的功能 利用这个copy paste的功能 还自动的填入这个IP一致 这个软件盘使用结束之后呢 可以把它选择把它关闭 选择Next 那么这样呢 这个打印机呢 就配置好 Walkspace ONE呢 还提供了这个屏幕录制功能 现在呢 就启动了这个屏幕录制 那管理员呢 通过这个便捷方式 来启动一个注册表的编辑器 那对于一些复杂的操作呢 管理员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录制功能呢 把它录制成视频 然后呢 操作结束之后呢 他可以把这个录制好的视频文件呢 分享给这个员工 然后供这个员工的学习 学会这个操作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远程协助的第二个功能啊 管理这个远程电脑上的文件 管理员呢 发起这个请求 那么在管理员的 在这个员工的桌面上呢 他需要点击这个允许 来允许这样一个操作 只有员工允许之后 管理员呢 才能够远程去访问这个员工电脑上的文件 我们看到呢 现在管理员呢 可以在控制台上呢 可以看到这个员工电脑上的各种文件目录 并且呢 对这些文件的进行浏览 同时呢 他也可以选中某一个文件啊 把它下载下来啊 供这个管理员呢 做进一步的分析 好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功能 就是remote share啊 也就是去电脑上面呢 去远程执行一些命令 同样的 这也需要员工的许可 员工许可之后呢 管理员就可以在控制台上 去输入一些命令 来远程的在员工的电脑上执行这些命令 那么这个功能呢 对于管理员去查找这个故障的原因 和排除故障呢 是很有帮助的